再多的谈一口号也比不上世界的行动 所以我们如果要看到我们的儿女 生长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 每一个人都平权的国度 只有这一次港版改变 开创新的格局 转型就从一党独大的国阵 转到多元种族的联盟 让一党独大转向民主公正的两限制 向英国 美国 澳洲看齐 所以马来西亚今年的国运 就掌握在大家的手中 小弟就在这大年初三 用黄奸良的方式向大家拜年 祝大家 新的一年 安详 吉祥 新万 谢谢大家